你們知道瑪莉歐遊戲裡面的專塊 原本都是人類嗎? 很驚人吧 不過其實瑪莉歐不是一直都是英雄 他也是有當過壞壞法拍的喔 當時更紅的竟然就是 瑪莉歐的一片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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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lly Sherry 哈囉大家好 我是Sherry 最近超級瑪莉歐兄弟電影版 在上映的首周末 全球票房就直接飆到了3.75億美元 成為影史票房最高的電玩改變電影喔 真的是超猛的 而且你不覺得超酷嗎? 就算你沒有玩過瑪莉歐系列的遊戲 你也一定知道這個角色 到底為什麼這個祖師級的遊戲角色 可以這麼有影響力呢? 那我們今天來Holly Sherry就是 骨灰級粉絲一定要知道的 瑪莉歐小咪咪 那如果你是還沒有看過電影版的小巴拉 也不用擔心 因為這支影片不含爆雷成分 請安靜的不用 在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聽迪士尼漫威DC 跟其他影劇相關的咪咪故事 或是你跟我一樣喜歡住一些 沒有意義的小細節 都歡迎訂閱我們 另外每周是晚上8點 我會跟眾友直播 歡迎一起來聊天開槓喔 我這一次真的是收集到 讓我非常驚訝的事情 第一個呢 就現在在講講讓我很震驚的事實 我那時候跟我同事分享的時候 他們都超級無敵 shock 你們知道瑪莉歐遊戲裡面的專塊 原本都是人類嗎? 很驚人吧? 在1985年的 《超級瑪莉歐兄弟遊戲的說明書》裡面 就有提到這個遊戲的故事 一開始庫巴侵略蘑菇王國的時候 他就直接把住在那邊的居民 全部都變成磚頭跟植物 所以其實每次瑪莉歐在這樣子的時候 都是在揍人囉 說到這個遊戲 我在寫這個腳本的時候 才發現很多人都以為 瑪莉歐是用頭去撞磚塊 你以為他是鐵頭弓嗎? 他是鐵頭弓 他這樣用頭撞完一輪 他的脖子應該就斷了吧 那我們在這邊直接幫瑪莉歐 跟眾多的粉絲澄清一下 Itsame Mario 我要拳頭打磚塊的唷 好啦 再來我們看看 大家耳熟能詳的 瑪莉歐御用配音員 查爾斯 馬爾地內 從1996年開始 他就幫超級瑪莉歐六四配音 到現在也配了快30年唷 Itsame Mario 嗚呼 他真的是一位很活潑的大叔欸 而且你們知道嗎 就連路易奇跟壞莉歐還有瓦路易吉的聲音 也都是他配的唷 路易吉第一 哈哈 瓦利歐 嘿吧羅特地 呀吼 你會吃那個香蕉嗎 哈哈哈哈 那因為瑪莉歐出了超級多遊戲 所以查爾斯 馬爾地內 還因為這樣子 在2019年獲得了一項幫同一個角色配音 刺出最多的遊戲配音員的 金式世界紀錄 哇嗚 我覺得配音這個工作真的是整個作品的 靈魂之一欸 配得好或是很有特色的話 觀眾都會很喜歡 然後買單 你看像那個瑪莉歐啊 大家都很習慣是查爾斯的聲音 還有說玩具總動員的胡迪 大家一定都會想到 湯姆漢克 所以配音員的聲音真的是 非常重要 這就讓我想到我最近用了一個 超級酷的有聲書叫做 HIMALAYA 喜馬拉雅 那這個APP呢 一開始是John推薦給我的 他說他睡前都很習慣用這個聽故事 就有點類似我小時候 我在車上或是睡前的時候 我爸媽都會播一些說故事的CD給我聽 像是那個什麼小紅帽啊 然後三隻小豬啊 賣香皮之類的 這個就跟那個超像的 只是這個它是多了 大人可以聽的故事 而且這個APP超酷 它有超多正版華語 有聲書跟超熱門的有聲劇 像是甄嬛傳啊 沙丘啊 戒惡遊戲啊 還有慶雨年 都可以在上面聽到 而且都是真人配音 我現在在聽的是甄嬛傳的有聲書 這個我自己超推的 因為我本身是有看過電視劇的 但是用這個聽的感覺又不太一樣 像是他在電視劇裡面 他回宮之後的劇情 就被大幅刪減了很多 這裡面本來有 胡韻蓉跟甄嬛夫人 兩個很重要的角色 然後直接被砍光光 因為在原著我裡面除了華妃之外 還有一個深愛著皇帝的 甄嬛夫人這個角色 然後被砍掉之後 電視劇裡面的皇帝 在後期就只有戴綠帽跟駕帽的戲份 真的超慘的欸 但這個有聲書呢 是有完整補充那個細節的 所以聽起來就是整個劇情更完整 然後更豐富一點 然後我覺得最讚最吸引我的就是 他們竟然還請來甄嬛傳的 原班配音人馬來配音欸 難怪我在聽這個劇的時候 就會有種熟悉感 完全可以閉目養神 然後在腦海中想像那個畫面 然後上班戴著耳機聽故事 也沒有人會發現 我在當薪水小偷喔 那現在只要在我們資訊欄 或者是字典留言連結 註冊之後就可以免費獲得 14天的會員體驗 反正現在免費的會員 我覺得不靈白不靈 體驗一下 不喜歡的話再取消 也不用有什麼壓力 而且呢他們現在有辦活動 註冊會員之後 可以參加甄嬛傳的抽蟒盒活動 這個蟒盒真的超可愛的欸 我超喜歡華飛那一隻 那記得把這個好康 推薦給愛追劇的爸媽 或是阿姨叔叔 數物不利利他們用了之後 就會發現新大陸 然後愛上這個 喜馬拉雅Apro 好啦 那我們繼續回到影片 掰掰 see you my gameses Woohoo 好啦 那前陣子 那個超級瑪利歐兄弟電影版 不是才剛上映不久嗎 然後有一次週四直播的時候 我就跟John講到說 欸 你有沒有看過 真人版的瑪利歐兄弟 然後他居然說有 他居然有看過 我也是寫了這個腳本之後 才知道就是他們在1993年的時候 就已經拍過真人版的電影 但聽說因為角色跟劇情原著設定 差了十萬八千里 裡面竟然還有跟恐龍啊 還有隕石有關 就是劇情真的獵奇到不行 然後看了真的是會 所以他的票房跟評價也是超級慘不忍睹 直接被列為瑪利歐系列的 黑歷史之一 你沒聽錯 真的是 黑歷史之一 老師今天應該都知道我接下來要講什麼了吧 因為在剛剛真人版 瑪利歐上映的同一年呢 當時更紅的竟然就是 瑪利歐的A片 嘿嘿嘿嘿嘿嘿 那這個片名叫做 Super Honio Brothers 1跟2 而且中文翻譯超好笑 叫做 超級馬賽克兄弟 欸我覺得很有創意 雖然說他們只是模仿了一點 瑪利歐的角色設定 然後還自己設計了很多劇情 但是呢任天堂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當然超級不爽的啊 怎麼可以這樣玩會瑪利歐勒 所以任天堂他們就買下來 這兩部影片的版權 雖然說聽起來很奇怪 你如果想說 他就不喜歡了幹嘛還要買版權 其實呢他們只是為了要防止這個 是你的破壞 Shut up 其實呢他們只是為了要防止這個影片 繼續散播出去 才會很下心買斷他 讓這兩部片停止發行啦 好啦那我們來講點正常的 就是瑪利歐呢 他第一次登場當主角的作品 是在1981年推出的 大金剛 Donkey Kong裡面 在這個遊戲裡面呢 他的代名詞就叫做 Jump Man 跳跳人 而不是叫Mario 然後玩法呢 就是大金剛會一直拿東西丟玩家 然後玩家就是要閃躲各種攻擊 去救出被綁架的寶玲 那聽說呢 這個遊戲一開始在計畫的時候 瑪利歐之父公本帽 他原本是想要用大力水手普派當主角 但是因為任天堂 一直拿不到大力水手的版權 所以他們只好自己設計一個無名的角色 來完成這一款英雄救美的經典遊戲唷 不過其實瑪利歐不是一直都是英雄 他也是有當過壞壞反派的唷 -I'm the bad guy -I'm the bad guy 那在超級瑪利歐兄弟遊戲系列 還沒有推出以前呢 他就有在大金剛JR裡面當過反派 那在這個遊戲中 他就是綁架了大金剛 然後玩家就是小金剛 要去救他老伯 這也是他唯一一次以反派的身份 在遊戲中登場 好啦那接下來跟你們講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你們知道瑪利歐的名字是怎麼來的嗎 聽說是因為那時候任天堂剛成立的時候 就是還沒有賺很多錢 然後就是欠了很多房租 結果呢有一天房東就很生氣 然後就氣噗噗的來討債 然後他們為了要討好房東 晚點交房租 他們就跟他說 要用房東的名字 Maria Scali 的Mario 來當他們遊戲的主角名字 這也就是瑪利歐名字的由來哦 房東感覺就是很開心說 蛤你們要用我的名字當遊戲主角 好不錯哦 但他不知道瑪利歐在被命名之前 他其實是一個綁架金剛的壞人啊 任天堂根本是在偷嗆房東吧 好啦不過說到他的名字 有人知道瑪利歐的全名叫什麼嗎 沒有人知道很好 這就是我做這支影片的目的 其實一開始 官方並沒有公佈瑪利歐的全名 直到2012年 聖利亞跟動漫展的時候 粉絲們又提出這個問題 那當時在螢幕另外一端 回答粉絲問題的瑪利歐運用配音員 查爾斯罵的地內 就當場講出了一個驚人的答案 我叫瑪利歐 那時候因為這支影片大家都開始瘋傳 什麼原來瑪利歐的全名就叫瑪利歐瑪利歐 好啦其實我覺得很合理啊 因為你看路易吉的全名 官方就有說是叫瑪利歐瑪利歐 啊他跟瑪利歐就是雙胞胎 然後兩個人就叫做瑪利歐兄弟 這路易吉姓瑪利歐 那瑪利歐應該也是姓瑪利歐吧 這樣沒錯吧 結果呢 正當粉絲們解開了這個多年的疑問的時候 任天堂的社長 顏田聰跟瑪利歐之父公本茂 就跳出來澄清這件事情 就說那個配音員是在開玩笑啊 什麼的那不是事實啊 反正呢就是否認了瑪利歐的姓氏啦 但是呢在超級瑪利歐兄弟30週年的時候 公本茂又改變自己的立場 終於正正宣佈瑪利歐的名字 就叫做 那這時候呢 可能有一些骨灰級的老粉絲就會想到說 那為什麼 3月10號是瑪利歐日呢 是跟他的什麼遊戲出版日期有關嗎 還是跟什麼瑪利歐的生日有關嗎 NO 真的是不要想那麼複雜 3月10號呢 之所以被定為瑪利歐日 其實只是因為 March 10日3月10號 乍看之下長得很像Mario而已啦 就是這樣 所以每年官方那這一天 就會舉辦各種活動 或是發出什麼消息之類的 像是今年3月10號啊 日本的任天堂也發了一個小短片 來慶祝這一天 Oh yeah Mario time 而美國任天堂Youtube 則是PO出了超有誠意的影片 來宣傳Switch跟瑪利歐遊戲 甚至還做了很可愛的歌 來慶祝Mario Day喔 好啦 那我們剛剛講到瑪利歐的全名 现在我们来看看他的双胞胎地脸 路易吉 其实我觉得他有点可怜 就是永远都是配角 然后戏份又超少的 而且你知道路易吉一开始出现的时候 他的体型跟外貌跟马利欧长一模一样吗 当初公本帽本来就只是想要让游戏多一个2P的角色 可以让两个人同时玩游戏 所以才创出了一个白绿色的马利欧做区别 我们在1983年的水管勾人 Mario Bros 里面 就可以看到路易吉最一开始的样子 那听说关于他名字命名的方式有两种说法 那第一种呢就是因为有人说 当时的乱天堂公司附近 有一间披萨店叫做Mario & Luigi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他们才会叫他路易吉 那第二种说法呢就是有人说 因为路易吉听起来像日本类似的发音 路易吉 然后因为路易吉一开始本来就跟马利欧长得很像 然后又是双胞胎 所以才会叫这个名字 你们觉得哪一个才是真的呢 我这次觉得日文的听起来比较合理 因为就是两个都长一样 那初代的超级马利欧兄弟游戏 是在1985年诞生的 当时也是红白鸡最红的时代 但是呢储存游戏的卡夹容量超级超级小 这有40KB耶 你知道40KB有多小吗 比一张LINE贴图还要小 他们到底怎么有办法把那些音效啊 音乐啊 还有那些角色跟背景全部放进去啊 真的是越想越觉得他们超猛的 不觉得吗 40KB耶 连一首歌都不到 连一张照片都不到耶 那马利欧的设计团队就想出了超多的妙招 来疯狂的压缩游戏的容量 像是重复使用同一张图啊 或是只是故意变个色 然后让玩家不知道他们是同一个东西 像我们刚刚说的路易吉就是这个原理 他们为了要省空间 然后把马利欧变了一个颜色变成路易吉 还有像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 天上的云朵 其实就是地面上的草 再换成白色而已 这个形状根本一模一样啊 这应该很少人会注意到吧 而且呢 其实马利欧爬进水管的音效 跟她被打中的音效是一样的哦 这个制作团队真的是超强的耶 苦逼啦 那其实马利欧会有帽子跟胡子 一部分也是因为为了要省那个空间 跟一些制作的时间 然后一位早期像素点证图 没有办法在那么小的角色上面 精准地画出五官跟表情 他们才会故意用胡子来遮住嘴巴 还有用帽子来遮住头顶的发型 跟眉毛还有额头 然后呢 也因为增加了胡子的关系 他们才会把他设定成是意大利人 然后呢 我还发现一个超酷的东西 你们会不会很疑惑 为什么马利欧跟路易吉 他们的胡子跟眉毛的颜色 都跟头发不一样呢 他们的头发竟然是咖啡色的耶 然后胡子都是黑色的 然后我上网查了之后才发现 很多人都以为马利欧是戴甲发 他怎么可能戴甲发啊 他好像26岁 他比我还年轻耶 怎么可能这么早又秃头了 好啦听说当时是因为 因为那个技术还没有很成熟 所以也可以用的颜色比较少 所以到之后技术成熟 他们才把马利欧的发色改成深棕色 让他变成更有意大利人的感觉哦 其实我发现很多跟马利欧有关的小事情 就很容易让人家误会 像是刚刚那个用手去打那个钻头 很多人以为他是用头 然后还有像是 长得很像栗子的栗宝宝 他其实是香菇啊之类的 那现在呢 我要再顺便澄清一件事情 你们知道 可爱的耀西 它其实是一只吃熊童体的 它不是蜥蜴也不是恐龙 它是一只用两只脚走路的乌龟 而且是不分性别的乌龟 然后它背上那个红红的 就是它的龟壳喔 不是恐龙 我前几天跟Jome讲到这件事情 他整个原地吓到 蛤 他不是蜥蜴吗 没有人家是乌龟 她是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你們知道為什麼瑪莉歐吃了蘑菇之後會變大嗎 這個設定其實是參考了愛麗絲夢有仙境的劇情 一樣也是吃了蘑菇就會變大的設定 不過其實現實世界中也是有長得很類似的蘑菇 然後吃了會有迷幻的作用 常常會有幻覺或是有神經功能障礙 讓你在看東西的時候 那個東西會變大或是變小的感覺 笑男生在外面千萬不要隨便撿蘑菇來吃喔 不要以為你跟瑪莉歐一樣一吃蘑菇就可以變超大 這是不可能的 你要看你的雙手 去投籃啊打籃球啊跳高 你才會變高變大 頭好重重 -你吃了那個癌症嗎? -這讓我感覺很大吧 -我需要感覺很大 你懷疑我在開車但是你沒有證據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不知道你們看完瑪莉歐的小秘密之後 有沒有大開眼界了呢? 如果你覺得哪一件事情是讓你非常吃驚的 歡迎留言跟我說 那最後如果你們對於聽原著有聲書有興趣的話 接著到資訊欄或是至點留言的連結 去領取14天免費試聽的福利喔 那喜歡這影片也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加分享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好 專輯日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掰掰 所以路易吉姓歐 瑪莉喔 姓歐 壞壞飯拍 你壞壞 It's me Mario 呵呵 今天帶了一個可愛的新髮夾 可愛嗎? 我自己看不太到 呵呵呵 我這個買了三個顏色 這樣頭髮才不會很炸 呵呵呵 鈐 k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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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